还没等我们说话呢,他都说了 你们别过来,我有枪 马上我父亲就往前追 追呢,当时我也没胆怯 我都勇往来也跟着上去了 他掏出枪来呢,再次从我的腹部 打了我一枪 有的说呢,嘿,你是大英雄啊 不管是他们是嘲笑我也好 夸奖我也好 但是呢,我觉得我做的事 是一件正确的事 是些我普通农民应该做的事情 下次再遇到的事 我一定还要做 二位慢走 谢谢啊 哎,慢走慢走 老板慢点啊,再见 师傅,喝点水 你别说啊 三更半夜的生意不错 现在年轻人睡觉都晚 这附近别的店都关门了 这叫慢呢 这叫独此一家 别无粉店 没错 抓贼啊 师傅,我去 我也得去啊 这小子 行了吗,老妹孩子 哎,我一直在喊 别让我看见,别让我看见 这回可倒好 让我看见,让人跑了 你,你不抓结肥 你反回头颤我干嘛 我看您都快捣不上气来了 就您这身子果 万一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屁,屁屁屁 那乌鸦嘴 念您师傅点好行嘛 我肾子公怎么啦 我肾子公怎么啦 哎呀,行行行 行了,师傅,您就别嘴硬了 要不是您跟着掺和 我早抓着那小子了 哎,赖我是吧 别拉不出把把 赖猫坊了啊 倒霉孩子 哎,看清了吗 那被接的那个是骂人 好像是个学生 穿着校服呢 学生 我怎么没看见呢 我追的时候还在呢 就是看您那点功夫 他就泡灭了 难不了 难不都是鞋呀 炸脚了是吧 别动别动 我给打点水去 没事 师傅 我自然来了 行了 站这儿别动啊 抓贼的都是我爷爷 等着 等着 来了 要不然我让你进去 算了 我还是在这儿等吧 行啊 够有耐性的 不瞒你说呀 这屌丝想要逆袭 就得这样 也算屌丝 好 那我没得叫那算什么 中国地方 那当然 有过那个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那倒没有 这就比我强了 这就比我强了 那睡过大街吗 没有 不过睡过后车室 又比我强了 我呀 让房东赶出来过 在地下通道里睡了两个晚上 还是冬天 你的事 那你混得不错啊 分怎么说了吧 三十大几个人了 连个女朋友都没混上 还不错呢 眼光太高 看这里面那些女的了吧 一个个都以为自己怎样了 其实啊 中看不中用 下次再聊了 别走啊 聊着挺热乎呀 找着知音了 我是等你等着 无聊跟他瞎白哄 无聊还等 没正经事可干了 有有有正经事 等你就是我最正经的事 我知道你忙 你给我几分钟啊 没时间 我赶着去采访啊 采访啊正好正好 坐我车去 我送你去 省得你开自己车 又费室又费油 我不怕费 是吧 坐车多舒服啊 对吧 来来来来 牛 老刘啊 你怎么那么闲着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我去呢 后边睡着呢 在你这儿打工好啊 白天还能休息 你不知道 我这儿啊 改全天开盘了 昨天忙活一夜 没合眼 改全天了 对啊 挣钱不要命了 也不是 我就是 反正嫁回不去了嘛 我就 闲着也是闲着 我先开盘吧 没想到 半夜三更的吧 剩下还不错 那天啊 我们俩 还管了葬的闲事 什么闲事 一个学生 在这儿被接了 我们俩听寒了 就坠出去了 贵妻没坠着 脚还给炸了 你是他 你呀 都什么岁了 靓丽而行 什么岁是怕怕的 我 别让我看见 看见我就抓他 你这个小店 二十四小时开着 能行吗 一天还行 这时间长了 你这身子虎得注意点啊 这也算是说的对了 我也再行啊 不行 再招几个人 行了吧你 你这小店一个月 能挣多少钱啊 顾多了你养得起吗 我这不是琢磨吗 你琢磨什么你 你充其量是个掌柜的 回去别忘了向冬家请安 那是当然的 昨天啊 我跟雪梅到你们家 给你打了圆场 不是为了你 你回去之后啊 给人道个歉 请个安 别忘了 这你就放心吧 我田锦铭啊 憋得不行 赔个礼啊 道个歉吧 我是那行啊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银行那个案子有进展了吗 这说着说着就来了 喂 您看 那个 好好开车 我知道我上次车你不开心了 无所谓 我经常不高兴 我明白 每个人心里头都有故事 有的故事愿意跟人说 有的故事不愿意跟人说 但是要碰上合适的机会 对我对的人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个对的人 但是我 但是我没有恶意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所以我郑重地向你道歉 好吧 你可以不接受 就当是对我的惩罚 别说了 我打心眼里不想让你不开心 真的 盛梦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的故事对你意味着什么 可我的过去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就像 身上的最后一件印 我不想在大家面前光着身子 你明白吗 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可是恰恰是让我难过的原因 你知道我更加不知道 该如何去信任一个人 是吧 岚岗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他们在所有的网吧都安排了蹲守 但是还是不见大笨子 对 那个小孩一直试着联系他 到现在都没反应 是这样的 老沈和小孙他们想了一个 比较特别的办法 想听听您的意见 对 行 那我一会儿去基金会 好 再见 你要找的那人找到了 地址我发你手机里了 真的 真的 有电话吗 电话有是有一个 不过还是个六位数的呢 所以起码七八年以前了 那算了 谢谢啊 客气 我在外面呢 怎么了 是这样的 两个事啊 第一个就是 小孙想的那个办法 我想听听师傅的意见 所以得麻烦你去趟基金会 行 第二个对你来说是个好消息 苏丽丽那个老邻居找到了 太好了 他是在本市吗 对 好好好 干ил 是 你 翻过什市 你 km 疯了 没错 就这儿破产盪 爬这么多 王不快 我能够疯吗 你就不能将教两天啊 再有两天咱就走了 别太将教 这个将教不了 我手道 眼道 心道 丢着破电脑 盗不了 你知道什么滋味吗 生不如死 别气出个好胆 我想办法 给你弄太好的 三哥 你不知道你说 我这样很野生 我那帮小兄弟六神无主 天天都在网上找我 你说我这破机器 我也不敢应声啊 我救不起那人 那个 三哥 那个 你一定帮我 选一台配置高的 说真的啊 你让我三个月吃方便面 没问题 你让我三天不玩游戏 不让我玩爽了 我得憋疯了 那个 买电脑那个钱 从我那份里扣 大班总 说这话有意思吗 行 我现在就给你弄掉 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 那个 记住了 一定给我弄台配置高的 怎么样 好素材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那个老邻居找着了 什么意思 我跟李凯说完这事吧 李凯就到护肌中心去查了一下 好量就在本市 而且就住在老纺织厂的宿舍 当然这个 这 这个事是我自作主张了 我也没征求你的意见 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想再见呢 你要不高兴没关系 咱就当这事没有 好 谢谢 好 好 我这手啊既然伸出来了 我就没打算再缩回去 你看你 你什么时候不讨厌了 随时 这样 我先送你回报社 来 不用 我手上这份资料 张瑶报给美术长 高中生建议为 安德 正好我要去基金会 来 正好我要去基金会 来 那孩子真是挺不容易的 人家现在正在上高三 马上要闯高考那道鬼门关了 盛飞 你能不能别转了 认真一点行不行 对 那孩子现在正在上高三 马上要闯高考那道鬼门关 你说他要是因为这事受伤耽误了 那可是一辈子大事 而人家一点都没含糊 头上流着血还追呢 这孩子倒是够血性的 那后来呢 后来那个抢劫的跑了 他追了一段没追上 等再回来的时候 那个受害人啊 已经不见了 也就是说 连句谢谢都没听着呗 这样的故事结局太多了 这可不是故事 这是活生生的事实 你说自己受了疫 一点没有感恩之心 这么长期下去 会让那些勇于助人 救人的英雄 怀疑自己呢 怀疑别人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的帮助 那倒是 不过我相信 如果是真英雄 他绝对不会因为说得不到感激 就会改变他的初衷 那小孙 下次你再感情这种事情 你会装看不见吗 我不会 可是从社会舆论的导向上 我们必须要明确态度 这也是我这次报导的核心主题 我们领导催我了 秘书长怎么还不回来呀 可能是路上什么事情给办住了吧 那这样吧 我先走一步 等秘书长回来 麻烦你们 跟他汇报一下这件事的经过 我回去呢 把采访录音整理一下 明天再报过来 好没问题 认证没那么简单 也不在这一两天 等一下忙去吧 行 那我先走了 没事 你好你好你好 您好 是我打的电话 这缺德的锦盖 谁赶上谁倒霉啊 已经通知市政了 谢谢您 我来盯着吧 您站在路中间太危险了 谢谢谢谢您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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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游戏的设计规则 有点像足迹PK战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像金字塔 站到顶端的话 你必须一层一层一层 PK到底下所有的人才行 但是我觉得按照这样的规则 你想遇到大半子那个战队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对啊 要是不在一个半区的话 那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双方都得打到最后一场 要是有一方提前输了 那都不行 不是 他是这样的 他有一个这么一个 叫公平性设计 也就是说呢 你要是拿不到足够的积分 你永远不知道 你下一支会碰见什么样的战队 哎呀对不起啊 路上有点事耽误了 没有咋队是吧 哎嘿来坐坐坐坐 我们刚才还在说呢 小孙 你把咱们的想法跟我师傅说说 好好 我们当时想法挺简单的 大半子不是个网络游戏迷吗 所以我们想通过网络游戏的方式来找到他 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 第一点 大半子是个超级游戏迷 而且水平非常的高 第二点 他在网上最常用的网名叫做爱谁谁 第三点是 篮岗市那个男孩 是他们战队里面唯一一个和他现在见过面的 而且大半子对这个人啊 有最基本的信任 第四点 他最常玩的尤其是两个 一个是穿越火线 另外一个叫魔兽 我知道他刚刚在穿越火线的一个季度赛当中 他们整个战队拿了一个冠军 得了很多奖金 而且他们还通过第三方机构啊 把部分的虚拟财产变现了 只有大半子一个人到现在还没有领奖 他可能是怕暴露自己的银行信息 也有可能 其实我们刚探讨过了 如果你现在要在网络游戏这个平台上锁定 并找到大半子 我觉得挺难的 但是我仔细看过他们网上所有的游戏规则 其中有一项也许对他们是个机会 您看一下 任何一个积攒购一定积分的战队 都会有一次向季度冠军队挑战的机会 冠军队不应战就会受罚 它的积分会自动损失 拨给一部分给挑战队 如果挑战队获胜的话 那么冠军队同样也会遭受损失 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这一条 如果冠军队三次累计不应战 它所在的战队将会永远被公会出名 这个是每一个玩游戏的人最不能接受的耻辱 什么是公会啊 嗯 一种叫法 当然了也是一种荣誉 不同的公会代表着不同的水准 打个比方就像咱们的足球联赛 中超 中甲 以及联赛 也就这种区别 那你们的意思是要和大笨子挑战 对啊 这是现在逼他出来最好的机会了 不过呢 有两个前提 一呢是大笨子必须要继续的玩游戏 二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拿到足球的积分 我平常是玩游戏的 但是像你们这些平常根本不怎么玩游戏的人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 这个东西啊一旦陷进去了以后啊 那种荣誉感啊 尤其你达到一定级别 你不可能筋喷洗手的 我保证大笨子一定会玩下去 对 其实这种联机游戏成员不必在一块 通过网络就可以组队 这样会降低大笨子的紧提性 那你们想怎么做呢 我们公司有几个高手 我来组个队 争取尽快拿到积分 向大笨子挑战 蓝杆市那边也会继续盯着那个小孩 让他从侧面影响大笨子 只要他出来应战 咱们就通过网络锁定他 看来贼也有荣誉感啊 不过 小沈啊 有一点我很担心啊 你这公司又不是公益机构 全都是去打游戏去了 活谁干 没事 严冰带几个人就把这事干了 其他的员工还可以正常上班 是吧 严冰 这事什么都别说了 能破案就是帮我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师傅 那我们就这么干了 这话说 案则在你手上 你想怎么干你说了算 听见了吧 开工 嗯 开工 我先走了啊 好 好嘞 辛苦啊 好嘞 师傅 我真是老了 这些手段在我这儿都是陌生的 苏莉莉呢 她不说有一个材料吗 报社急等着要稿子 她先回去了 说详细材料明天再送过来 是什么案子 是个高中生 昨天晚上为了抓一个拦路抢劫的 受了伤 结犯抓到吗 没抓住 她是受害人 不是 她只是路过的 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事呢 这受害人转眼就不见了 也没报案 又是这种事 事发地点在哪儿 建设路东段 那不是老田呢 呃 对 邻那儿应该不远 昨天夜里一个学生 拦路抢劫 没那么巧吧 师傅 怎么了 赶快给苏莉莉打个电话 那稿子让她先别放 为什么呀 我今天去了老田呢 老田跟我说 他们那儿昨天晚上 也发生了一个抢劫案 他们师徒俩还去追 但是他们描述的情况 和苏莉莉说的不太一样 我马上给莉莉打电话 哎 余佳 什么事 不发 不行 我们主编把板都给我留好了 真的 行行行 那我也过去 好 一会儿见 小苏莉莉 稿子还能快点吗 总没有要出差 得提前欠办 真不好意思啊 主编 这个稿子可能有点问题 问题 什么问题 可能细节上 有些出入 那就忽略细节 重点是人物 就是因为这些细节 会影响这个人物 那就快落实啊 我这就落实 好 我就那么追出去了 眼看就追不上了 然后 我就看见我师傅 你这还说话太啰嗦知道了 皮厚了 这段省略 不能省略 这是描述案情 你接着说 就 我就看见我师傅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然后怕他出事 就没追了 回来我就骂他 抓贼 抓贼 你顾我干嘛 你 你确定当时除了那个学生 没有别的人吗 对 深更半夜的 没有别人 你没看见有个女的 被抢的那个 没有 我跑出去 也就几秒钟 如果有人 我肯定看见了 你听见那个喊抓贼的声音 是那个学生喊的吗 对 追贼的时候 那个声音一直在那喊 你再见到那个学生能认出来 嗯 够呛 因为我是从后边追的 没看清正脸 不过 他那衣服后边好像有个疤 第八中学 说不准 嗯 反正是校服 你这脚得注意点 别干扰了啊 哎 我们先出去一下 好 我说你这个倒霉孩子 说话这么啰嗦 啊 就改不了了是吧 只有一种可能 那个学生 他叫石磊 石磊发现有抢劫喊的一声 结犯就跑了 石磊追了出来 而此时受害人迅速 我说的是迅速的 迅速地离开了现场 这样 老田和郭铁追出来的时候 就只能发现石磊在追 结犯 而没有看到受害人 那受害人哪去 他只能钻进嘴小巷子 不合理 怎么不合理呢 受害人被抢劫之后 他一定受到了惊吓 怎么可能往那 黑乎乎的巷子里钻呢 那受害人哪去了 人间蒸发了 或者说 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从时间地点和案情上看 石磊提供的情况 和老田和郭铁说的是一样的 一回事 两种说法 其中有一种说法必然成为问题 当然了 石磊面对的是苏莉莉 莉莉作为一个记者 有她习惯的提问方式 我不知道换一种环境 换一种提问方式 她的回答会不会还是这样 我明白了 一会儿我去去办 走 莉莉 我希望你也去听听 只是不要露面 我也去 那走吧 你当时是从东往西走 对 你当时看见那个结犯 在做什么动作 让你判断她是在想结 她在拽那个女的包 那女的一边挣扎 一边还想结 包 什么包 就是 那种胯包 单肩的还是双肩的 就一个单肩 那女的好像是 好像 别好像 说得准确点 是叫运动衣 什么牌子的 安踏 你怎么知道是这个牌子 她衣服上有标 在什么位置 是 是这个地方 你判断她在抢劫后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就冲了过去 她看我冲她来 就松开那女 等等 你冲过去的时候 一声没坑 还是喊了什么 我朝她喊了 你干吗呢 那松开那个女的以后呢 她抡起手里一根棍子 打到我头上 我踹着她一脚 然后她扭回就跑 我就追 追了差不多有半站着地吧 她拐到建材市场 后面一条路上 然后 我没她跑得快 离她越来越远 后来 我看实在追不上了 就放弃了 都记清楚了吗 那你们先出去吧 那你们先出去吧 史磊 你是第一次到公安局 来做这样的笔录吧 那有些事我要跟你说清楚 这个笔录呢 有两个作用 第一 就是作为本案的原始资料 第二 就是作为给你申报 建议有为的 基本依据 公安局是执法机构 所做的笔录 不可以有任何含糊 更不能有半点虚假 你明白吗 你现在也是承认吗 我估计你也是第一次遇到那种突发状况吧 其实 人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 你的感觉和记忆 难免会出现一些差错的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我想请你想清楚 好好地回忆一下当时的经过 如果你在这个笔录上已经签了字 而笔录的内容 与事实又有严重的不符 那这个事对你来说就麻烦了 我说的绝对都是事实 是 我怕我在这影响你思考 这样 你再好好想想 想清楚了再做决定 你们觉得怎么样 很明显他在说谎 在那种情形下 又是深更半夜 他不可能看得清犯罪嫌疑身上的品牌标识 要是师傅在 他准尝你竖大拇指 我能进去吗 干嘛 我觉得他在犹豫 我不希望他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们也不希望 好 师蕾 是你 来 想好了吗 你当时是从东往西走 单肩还是双肩的 你判断他是在抢劫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你什么意思 师妹 我是个记者 我的工作 就是报道真相 可我发现 有时候说真话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尤其事关自己的前途和未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你的父母为什么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 他们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以后 能成为一个坚强 磊落的男人 对吗 对吗 有门儿 嗯 师父 跟您想的基本上一样 现在苏绿仪还在做最后的努力 希望能让他自己转过这个话来 嗯 明白了 哎呦喂 你的右边 你的快点啊你 右边一个 这不行吧 左边 哎呀 你怎么这么笨哪 这款游戏设计的太变态了 我这手都抽筋了 我要是个怪胎有三只手就好了 你不干脆当一螃蟹得了 你咋不去当一物供呢 我都不正打着呢 你不是你死了吗 行了行了行了 哎 我提醒你们啊 你们现在玩的不是游戏 你们现在真的就是在打仗了 知道吗 那游戏里的人死了 还可以重来 战场上要死的人 咱们就没法重来了 你们都不希望小孙子门上再插把刀吧 把你们的潜能都逼出来 好吧 陈总 陈总 不好了 您赶紧去您的办公室看一下吧 怎么了 那游戏 游戏 沈总 对方的措辞已经很不客气了 哎呀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呀 对不起沈总 都怪我 我今天应该再提醒您一次的 不愿意 这是我的错 怨我怨我 您再给他们打个电话 赔个不是 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挽救 咱们是乙方 放了人家甲方的鸽子 你觉得打个电话 都管用吗 你这样 你赶紧让小刘啊 到海上号宫订个号包 我那亲自到人家公司 请人那一趟 如果他们看得出来啊 就很有一线希望 好 我这就去办 好 没事 石磊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市建永维基金会的 刘秘书长 你好 小伙子 你的故事我都听说了 虽然不能算是建永维 但是 你想当英雄 不惧怕坏人 这说明你不是脑主 男子汉子 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能趴下 对吗 以后再遇到坏人 你还会冲上去 我不会再让他跑了 行 那我送你大方口吧 好 谢谢 好 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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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再见 再见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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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她的笔录自己撕的 莉莉 我刚才说的是心里话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想当英雄 不惧怕坏人 这就很了不起啊 我能感觉到她压力很大 她觉得如果能被认定为见义有为 这她高考录取 都有帮助 你谈什么情 她能亲手把她的笔录撕了 就证明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我相信她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的 我是觉得后怕 要不是由你们把关 我那篇稿子很可能就发出去了 对我来说呢 发错稿子只是工作上的事物 可对实位来说 很可能会在歪路上把她推得很远 甚至无法回头 那我 岂会成为罪了吗 说实话 在没来接一回这些回之前 我对于宣传口上的事 也不是很懂 甚至有些抵触 但是现在我想明白 这件事可不是小事 我提个建议 以后与此相关的报道 我来把第一关 出了问题 咱们一起看 不行不行 那哪行 文责自负 我要是捅的娄子 当然是我自己干责了 你这话不对 咱们绑在一起干事 那就是兄弟 就是战友 不行你慢慢离开 以前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虽然是各司其责 但是一旦遇到意外 我们的性命 就绑在一起了 谁敢说 这事就不归我管 我就得看看 这件事情 给我们今后的工作 提了个醒 对于建议永远的认证 必须要严谨慎 慎重 这个称号换不来吃喝 但他承载的东西太多了 马虎的 你说呢 好 行 我知道了 沈总 怎么样 汪总在开会不见我 不过他们张主任到见了我了 说是会转达 不知道等吧 听天由命吧 菜点了吗 点了 按照你的指示 最高标准 这回这代价有点大了 但愿打游戏那帮小子 别跟咱搞砸了 你的右边 你的快点啊你 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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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这孙子 哎各位大侠晚上吃点什么 上上上边 上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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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真成大侠了 不吃不喝 我们这刚进入状态 正抢分呢 你别弄了 不要 沈总专门吩咐我 一定要当好饲养员 你们有一个调标的 都得扣我工钱 哎呦求求你们了 给个面子 你别捣乱行不行啊 你去弄杯咖啡去快点 咖啡 你在右边 嘿 哥几个 咱们不说话一刀 闭嘴 收拾 全体积架 看不懂 你就告诉我哪个贵吧 这一款是本店标价最贵的一款 行就它吧 那现在就给您打开醒着吗 哦 对了 您那个汉匠给我来两瓶 对 沈总 沈总 干嘛 万一他们要是不来呢 这么贵的酒 等人家客人来了再开吧 你不懂啊 这个红酒啊 得醒一阵子 你等客人再来了就 就来不及了 喂 主人 那 好 谢谢啊 那酒先别